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国女首妇李富珍向法院提交离婚申请 丈夫仍又在要求分得儿子的抚养权 以及她当时的一半身家1.2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72亿 这场离婚官司旷日持久 一波三折 直至五年后 也就是2019年9月底 法院二审才最终判决 准许两人结束婚姻关系 儿子抚养权归女方所有 男方分得141亿韩元家产 曾违背家族意愿 为爱绝食也要下架保镖的 三星长公主李富珍 一腔纯情 最终却只在18年的婚姻中受尽苦难 每个人都和自己的原生家庭 千丝万缕地联系 而这种联系将会影响一生的抉择和轨迹 因此说到李富珍这段婚姻的起源 就不得不提到他喜忧参半的原生家庭 众所周知 三星集团在韩国的地位十分显赫 是韩国的第一财团 他们的经营范畴几乎覆盖了各行各业 旗下不仅有三个子公司 是世界500强 15个子公司也已经上市 20多种产品世界第一 甚至还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 在韩国的渗透更是无处不在 仅凭一己之力 就贡献着韩国30%的GDP 富克敌国的三星集团 目前为止还实行总裁世袭制度 因为影响力巨大 也常被提出是韩国的第二政府 集团掌舵人李建锡 也就是李富珍的父亲 曾经还因为一张时任总统李明博 恭敬地向他鞠躬的照片 在网上引起一片哗然 作为长女的李富珍 因此也被韩国人称作长公主 李富珍不仅遗传了母亲的美貌 也继承了父亲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他毕业于韩国名校严氏大学 后又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就读MBA 毕业后时常被父亲带在身边 理念学习是一名学富车能力出众 气质清雅的真名员 生长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 他是极其幸运的 但成长中也有遗憾 那就是家庭关爱的缺失 李富珍的父亲李建锡在家中排行老三 由于家里孩子众多 李建锡很小就跟着祖母生活 直到四岁时才被接回家 父母工作非常繁忙 李建锡11岁便被强势而狠心的父亲 送到日本留学 不会日语的他在一家孤独无依 那是韩国贫穷落后 作为韩国人的他在日本备受歧视 直到15岁被接回国 他已经成为一个内向孤僻 有情感表达障碍的少年 他曾说我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 在成年以后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面对自己的孩子 李建锡也在无意识当中 模仿起父亲当时的家庭行事风格 以父权为刚 严苛施教 在经济上抚养子女 却在情感上吝啬表现 李富珍和兄妹们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 情感上的交流和陪伴 显得遥不可及 又弥足珍贵 1995年大学刚毕业的李富珍 在首尔的一家儿童保护机构做一工 李建锡很担心李富珍的安危 于是派了一名叫做任幼崽的保镖去保护 李富珍就此遇见了人生中第一场爱情 任幼崽出身在一个个体护家庭 高中文化 相貌平平 可当时他却很擅长通过语言去关怀别人 自小情感便有所缺失的李富珍 在任幼崽身上找到了久违的温暖 两人在一起之后 李富珍做了一个背离整个家族的决定 那就是与任幼崽结婚 商业巨头的子女婚姻 一向都是以家族利益为先 父母包办的 李健熙断然不会让女儿嫁给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李家不断向他施压 可勇敢倔强的李富珍丝毫不妥协 情路已定 跪着也得走完 情况最糟糕的时候 李富珍甚至绝食已表明自己的立场 这场持久战 以坚持就是思念 眼见女儿早已心如磐石 不曾有改变之意 心疼女儿的李健熙 最终同意了他俩结婚 1999年 两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这场婚姻被韩国人称作是 男版灰姑娘的现实童话 在这场婚礼上 除了李富珍夫妇和小妹李隐熙 全家人没有露出祝福的笑容 又传言称 结婚前夕 李健熙在自家酒店独自哭作 不眠不休 沉思了整整一夜 人又在婚后尽限 渣男本性 童话婚姻成了一场骗局 婚后的李富珍夫妇 生活过的并不像预想的那般爱意缠绵 由于李富珍在婚姻上过于执着 伤透了家人的感情和期待 李富珍婚后 在家族里的地位一落千丈 父亲将更多的重心 放在了长子李在柔身上 纵使李富珍工作能力是真的很强 但核心企业方面的工作 也真的和李富珍没有关系了 只将一家运营日渐萧条的 新罗酒店交给他打理 李富珍并没有因此气馁 一入职便尽显雷厉风行的女强人本色 第一件事情便是炒掉 不愿成长的管理人员 李富珍做事更是认真负责 情理情为 据说新罗酒店著名的米其林菜品 神仙锅都是在李富珍的监督下做出来的 在李富珍强有力的管理和有效领导下 酒店口碑四起营业额涨幅近七倍 这样的成绩让李建西倍感欣慰 之后又将一个同样是运营平平的 三星爱宝乐园交给他去管理 李富珍的表现也同样没有让李建西失望 李富珍将乐园集合成了涵盖旅游建筑 美食等多个行业的集团企业 凭此成为了三星首位女总裁 不仅如此 他凭借敏锐的商业秀觉 从2011年就开始经营中韩免税店事业 将新罗酒店倒造成了韩国第二大免税店运营商 李富珍也因此入选福布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一百位女性 没有分到家族核心企业的李富珍 依然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了韩国女首富 而她的老公任幼崽 在婚姻初期 李家也给过她一些相应的支持 为了弥补她没上过大学的短板 李健熙将任幼崽送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 希望她能够学有所成 将来也与女儿在思想上势均力敌 但没想到婚前老师的任幼崽 婚后却暴露出了软犯男的本性 因为学不会英语 她在美国感到十分委屈 甚至活不下去 两次因此轻生 但都被李富珍阻拦了下来 最后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 回到韩国 李健熙在看到女儿的面上 将她安排到美国 日本等三星子公司历练 之后空降三星电机做辐社长 老丈人辞职也算是人质已尽了 可任幼崽却因为工作能力太差 常被员工取消 因此她闹羞成怒 干脆破罐子破摔 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她将不好的情绪 全部都宣泄在李富珍身上 而善良的李富珍还尝试着一次次理解和相信她 希望她能不再迷失 往往还在媒体面前夸赞自己的老公 平易敬人 又积极上进 直到人幼崽开始酗酒 出轨甚至对怀有身孕的她 全叫相向 甚至韩国张子言事件 她都参与其中 被爆出曾与张子言 有过35次通话记录 并且这段时间李富珍还在怀孕 她还向媒体哭诉 李家不让儿子见自己的父母 父母因思念孙子 常常以泪洗面 她这才凡然信物 这个男人从来都不像 她婚前想的那般善良可靠 这场婚姻一开始 都只是一场举行叵测的骗局 成长之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14年 李富珍申请向法院提出离婚 离婚官司持续了五年之久 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对李富珍制造不好的舆论影响 更好的在离婚时进行财产勒索 任幼崽更是不择手段 费劲心机 她私下收买李富珍美容院的护士助理 爆料李富珍滥用药物 好在深圳不怕影子鞋 在警方查明真相后 还了李富珍的清白 祸不单行 李富珍的父亲也在官司 尚未结束期间 因为严重的心脏病 被送去医院急救 李在柔成了三星的掌舵人 高处不声寒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 李在柔却在2017年 因为行贿沦为阶下囚 巨大的家族危机面前 李富珍不得不立刻 从感情的悲伤中 走出来奋起工作 坚强面对 2019年 李富珍和任幼崽正式离婚 这场历经18年 耗尽她美好年华的婚姻 终于也成为了韩国坊间 令人唏嘘的江湖往事 2020年 韩国新任总统 对韩国财阀进行了大力改革 三星首当其冲 李在柔对外表示 三星此后将不再实行 纵裁世袭制 富可敌国的李姓家族 就此也将应退于 历史的长河之下 自古以来婚姻讲求 门当户对 现代男女时常觉得 此思想过于落后 尺之以鼻 殊不知 其实许多人 对门当户对的概念 从未参透 除了经济和阶级 两个人以及 两个家庭之间 都需要有差不多的 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如果像李富珍和任幼崽这样 彼此没有共同的追求 最终也只能沦为路人 渐行渐远 岁月从不拜美人 如今的李富珍 在经历五味杂陈的 人生苦乐之后 仍然坚韧温和 逆境总是人生的必修课 人生的起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最后抵达了哪里 相信自强不息的李富珍 一定也能在未来的岁月中 昂首将王冠一路带到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余记 更多精彩资讯 均在大嘴余记 敬请关注哦 然后再评论区